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底如来秘因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所愣言心 敬愿法师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九十六面 忍恶 明大君 那么 在本经的正宗分开始的时候 阿难尊者是 请佛陀开示 守嫩言王三昧的修学的法门 那么佛陀是花了三卷的时间 来详细的说明这个生命的真相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生命有正确的了知 才能够生起正确的关照 那么前面的三简的经文呢 我们可以把它汇归成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相望信真 这个阿弥陀佛大师在诸解当中经常提到说 观相言望 观信言真 这个相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整个五印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只要你看得到的 听得到的 摸得到的东西啊 都是希望 都是生命变化的 那么这种相状当中呢 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我爱子 产生一种颠倒想 而产生了起获造业 乃至于生死的流转 所以佛陀 其实前面的三简经文 就是在破除这个希望项 那么把这个五印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因为这个希望项经过我空法空的智慧 我们修不鸣不起不动 把希望项破了以后呢 显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显出了现前一念心性 清净本然捉遍法界 这个就是真实的 诸佛所证 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 这个是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实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个大乘的佛弟子 在看生命的时候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 当我们把生命 摄用归体的时候 把整个身心世界 回归到真实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念的心性 那么当我们一体起用 我们一念心性 受了业力的心形呢 就会随眼而显现 种种的五印身心 一个男人的身心 一个女人的身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体用的关系 比方说 我们今天一个大海 这个大海就是一个法性的本体 那么这个风一吹 业力风一吹的时候 产生一个水泡 那么这个水泡 当然各式各样 有大水泡 有小水泡 这个水泡就比我们的身心世界 是生命变化 那么这个身心世界 最后结束了 又回到大海去 所以当有人问我们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那答案只有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是从我们的真如本性而来 从现前一念心性而来 那你死掉以后 经过几十年了 你的身心世界消失了 你又将往哪里而去呢 你还是回到了 现前一念心性 所以这个生命就是这样 不断地变化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鬼此法界 而我们的一念心性 本来就无生 也就没有灭 常住真心 信尽民体 它是不生不灭的 它也就是整个 我们修行当中 所要找到的 本来面目 我们讲大佛鼎 就是讲的这一念心性 你把大佛鼎找到了 你才能够成就 如来的秘因 你才能够依止修学 成就诸菩萨的守嫩与王 它是一个 整个嫩严经的核心思想 说开悟的嫩严 那么你悟到什么东西呢 你就悟到了 整个生命的因言当中 你从生命的假象当中 找到了不生命的信性 这个就是明心见性 观相言望 观信引言真 这个就是所有大乘佛地址 在修学止观的一个根本思想 你绝对不能依止相恶修 依止生命的相恶修 你不能成就不生命果的 不可能 所以着相修行 是不能成佛的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本性 称性己修 以真实的因地 才能够成就真实的功德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三简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 相望信真的道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更近一步的了解 其实真望是不恶的 其实佛陀刚开始是把真 跟望做一个很详细的分别 真实的心性是不生灭的 希望的相状是生灭变化的 但是佛陀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告诉我们 生灭中有不生灭 不生灭中也有生灭 相中有信 信中有像 波浪当中是有大海的 大海当中也有波浪 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我们的目标是要趋向一 现前一点心性 但是 你要怎么回家呢 你还是要用你现在的 这个身心世界嘛 你说我这个身心世界是假的 是暂时的 那我就把这个身心世界 自杀 我不要我这个身心世界 那你也没办法回家啦 你就是要借假修真嘛 你这个身心世界是生灭的 但是你从这个地方观进去 就能够找到不生灭的家 你当初从真主本性流转出来 一念妄动变成这个身心世界 你回家呢 还得要寻着这个身心世界 回到你的家去 你看看后面的经文 讲到二十五言通 二十五言通 其实就是前面的 五印六处十二处十八戒 从这个特别讲到六根 你还得从生灭的六根门头 去误入不生灭的本性 所以我们常说 借假修真 你要假借生灭的因言 来成就智慧 你为什么会有智慧 你要听阴生 因为阴生是生灭的 阴生是生灭的 但是他所诠释的道理 是不生灭的 你还得要假借你的身心世界 去拜佛 去修福报 所以你必须假借你的身灭的因言 来积功累得 来成就你的不生灭的 清净的功德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的三简经文 得到第二个思想 就是真旺不恶的道理 那你把这两个思想掌握住了 前面的三简的经文 你大概就知道了 第一个 向旺信正 第二个 真旺不恶 这个是整个前面三简的思想 也是整个愣一丁的 一个修子观的 最重要的观念 好 我们看仁二的明大君 这一刻呢 是讲到这个四 六四的相状是希望的 但是六四的本性呢 却是真旨的 如来在庙庙正如信 说明这个道理 那么这一段呢 是说明这个七大 这个大包括整个七大 这个今的意思就是周遍法界的意思 其实七大的体性呢 是周遍法界的 我们看经文 若此事信本物所从 当时了别见闻觉知 严满赞然信非所从 兼比西空地水火轰 今明七大 信真言荣 皆如来战本物生命 那么我们把这个文做一个消逝 说既然这个六四的世心 当然讲到六四 当然它是一个相状 它也是一种作用 那么只要是相状 就是生灭的 那本经在花明这个 生灭的法 是毕竟空 它主要的思想就是本无所从 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 前面讲过很多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了别的心事呢 最后结论 它不自身 不他生不共生 密之了不可得 它只是一个业力 去欣喜真如本性 所显现的一种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的一个假象而已 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来处 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来处 也就没有一个真实的去处 那么从六四的自信空 我们也可以推论 你也应该了知 这个六根的了别 所谓见闻秀长觉知 那么它的体性呢 也是严满 也是湛然不动 这个湛然就是不生不灭 那么它的体性也是一样 没有一个深处 它本质无甚 那么这段把这个六根 也汇归到一念心性 乃至于这个 前面两个是心法 这一下讲色法 乃至于肩带的像西空 地水火风 等等这些七大呢 它的体性都是真实 而圆容无外的 当下就是如来藏 妙真如性之所显现 而它的本质 它的体性 都是不生不灭 它的观念就是说 七大的象状是生命变化的 但是七大的体性 当我们把七大的象状 把它破坏以后 看到它的本性呢 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 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那这个就不生命 这段也等于是有这个向旺信真的意思 看第二段 阿兰 如心出福 不悟见闻花明了之 本如来藏 如应观止六次世心 为同为义 为空为由 为非同义 为非空有 这段是佛陀对阿兰尊者的 一个警测 说阿兰 你过去当中 你身为一个小秤的学者 那么你在研究诸法的时候 看到诸法因延生 诸法因延灭 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说 你这个都是心外求乏了 可以说向外攀岩 看到了生命的延伸 看到了延灭 那么这延伸延灭到底是从哪里而来 你从来都没有去观照 所以说是一种粗躁浮动的心思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是向外攀岩 而你不能够真正的去回观反照 去发掘这个六根的见闻觉知 以及他所发动的这个六四的了别 他的本性都是一念心心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过去只看到因果的思想 你照善业 遭感了安乐的果报 照恶业 遭感了三恶道的痛苦果报 但是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 没有人知道 有业力创造 换句话说 我们只是在向上 生灭的向上打转 我们永远找不到 我们不生不灭的真主本性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佛陀对阿难尊哲 乃至于对所有佛地址的一个警测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 花明 去了解 这个如来藏妙真理性呢 佛陀就一下告诉一个方法 他说啊 你应该要从什么地方去观察 这个体用的关系呢 就是你观察这个六四的四星 是同 是义 是空 是有 是非同 非义 是非空 非有 佛陀告诉这个四个方便 那么欧陀大师说呢 其实这四个方便啊 说穿的就是两个方便 就是我们写了乐人经 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去看事情 欧陀大师说啊 你应该从体跟用 体是不变 用是随眼 我们从这个两个来看 你说这个六四 眼是耳是 鼻是舌是 生是义是 那么这个六四 它的作用 是相同呢 还是有差别呢 我们应该这样讲 它的体性是相同 都是一念心性嘛 当把六四 设用归体的时候 同一体性 但是当六四 一体起用的时候 那是各个不同 你看眼是 只看色诚 耳是 只能够听音声 所以他们体相同 义 义呢 作用差别 这是空油 它的体性是毕竟空的 但是它的相状呢 的确是有它的 假名假象假油 还有它随眼的作用 非同非义 非空非油 道理都是一样 为什么说它非同呢 因为它 为什么说它不是非同呢 因为它同一体性 为什么它非异呢 作用差别 那么这个观念 你只要掌握 体 用 这两个角度 体性呢 当我们设用归体的时候 诸法是随言而不辩 当我们议题起用的时候呢 那么不辩而随眼 设用归体呢 这个时候献出的是 清净本然 周遍法界 议题起用呢 那就行业发现 各个不同 这个就是整个能力经 要我们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 我们看忍三的显理性 前面是破除虚妄相 破妄 这一下显真 感情文 如言不知如来 藏众 信是明知 绝名真是 妙觉 湛然 遍周法界 寒土时需 灵友方所 行业发现 我们先看它的体性 当我们把整个六世 每一个人的思想 把它回归到体性的时候 佛祖说 其实啊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在我们一念心心当中 那么一念心心当中呢 他所记住的这个世 世大呢 其实当体是真空的 所以你现在有很多的想法 你看到佛像想要拜 想要皈依 有这个信心 但是这个信心 当你回归到一念心心的时候 是密之了不可得 那么虽然密之了不可得 但是这个真空的体性呢 就记住了 使法界的 染尽的 这个世大的功能 虽然密之了不可得 但是它也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当我们把每一个人 差别的思想 回归到一念心心的时候呢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一念心心虽然必尽空 但是它却有无量的可能性 它可以去塑造 你遇到好的因言 你就产生好的思想 你遇到不好的因言 你就遇到不好的思想 比方说你现在黄金 黄金可以打造成一个佛像 黄金也可以做成一个马桶 所以黄金它记住任何的可能性 我们这一念心也是这样吗 我们谁 我们这一念心 它本来就记住 使法界的染尽的功能 这个就是所谓的 信是名字 绝名真是 这个讲到信聚 妙觉 赞然 这个讲到信体 妙觉 是这一念心 它是极耳常造的 赞然 指的是造耳常极 这个妙觉赞然 也等于是前面的 清净本来的意思 它是离一切相的 那么这一下以极造 两个来花明 观念是一样 这个讲到信体 这一下讲信量 这个心性是普遍整个司法界的 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心性 那么这个是讲到 把六四的作用回归到本体的时候 它的相貌是这样 简单的说是 清净本来周遍法界 记足司法界的得能 好 这一下我们看它的作用 寒土时序 临有方所行业发现 那当我们把这个心性 你看寒 是使寒色了 它理晋 这个土指的是四照 它有业力的造作 它就会显现出 整个司法界的 各式各样的心事出来 所以这个心事的活动 心事的出现 它不可能有固定的处所 那么它是 个人有个人的业力 它就个人显现 这叫行业发现 比方说 我们什么叫行业发现 我们解释一下 比方说 你前身本来是一个女众 你是一个女众 你的女众有女众的想法 你现在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 女众的想法比较保守 相夫教子 你今生变成一个男众 你的想法 你男众变成一个男众的思想 因为你的男众 跟你众的社会地位不一样 那么 你说 那我前身是一个女众 那怎么就转成一个男众呢 这怎么回事呢 很简单嘛 就是行业发现 你前身是一个女众 但是那个女众 只是一个一时的相状 那么你用女众的心 去造出很多男众的业力 你造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业力 这个业力去欣喜呢 欣喜你这个亲近的本性 你今生就变成一个男众了 因为你造了很多男众的业力 你说 为什么他前身是一个人 他后来变成一只蚂蚁呢 人的思想跟蚂蚁的思想 怎么会一样呢 蚂蚁的思想就是 我是一只蚂蚁 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东西搬到西边 再把这个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 就听招呼就好了 那么他这个 他前身是一个转如圣王 七宝千子 怎么后来第二生变成一只蚂蚁呢 那这个思想转变是怎么来的 当然就是业力 行业发现 他的体性是清静本人 但是他受业力的欣喜 而产生很多的变化 当业力结束的时候 他又回归到清静本性 又再创造另外一个生命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这个世 这个世是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在整个六根六成六世当中 这个新世的活动 他主导了整个业力 你照善照恶是他主导的 我们把下一段说明 再把这个观的再讲一下 我们看人世的赤迷惑 世间无知或为因缘 即自然性 皆是世心分别嫉妒 但有言所都无事 那么一般的凡夫 外道乃至于恶称人 在看生命的时候 都很难看到生命的全貌 比如说看到诸法的阴言声 你看到诸法的相状 没有看到诸法的本体 你看诸法是自然而有 只看到诸法的本体 没有看到诸法的相状 我们很难看到的 生命的不变跟随言 体用的同时观照 这是很难 所以当我们去看到 阴言声自然有的时候 其实都是落入了 个人的世心的希望分别地度 这个只有言说像 我们都不能看到 生命的真实意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不能成佛 因为不能掌握整个 生命的全貌 这个是 我们的内心状态有两种差别 一个是六根 六根它是一个感受 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 产生一个感受 快乐的感受或痛苦的感受 那么这个感受传给了 第六意识的时候 就产生很多的分别的想法 而这个根跟事呢 根是主导的感受 事就主导的思想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根跟事的差别 有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一个心理学的教授 他找了十个人 十个人来跟他做实验 有一天就带这个十个人 到了一个黑暗的房间 点了几根蜡烛 这个教授带着这十个志愿者 慢慢的过了一个 用绳子绑成的一个独木桥 左晃右晃 从这个地方走到对面去 大家感受到那个独木桥 摇晃的快乐 走过去 走过去以后呢 这个 大教授问大教授 大家感受怎么样 就不错啊 这个独木桥摇过来摇过去 蛮有节奏感的 那么后来 这个大学教授就把这个灯光 就打开一半 打开一半 大家一看不得了啊 这个独木桥下面 一个很大的水池 这水池里面有十几只恶仪 在哪个地方跑来跑去 那么大家过去的时候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它是一个桥 那么这个时候看到恶仪的时候 大家开始注意这个恶仪 已经不是看到桥 他的心事开始活动 这个时候教授说 我们刚刚这样走过来 大概花了一分钟左右 就很快走过来 现在我们还必须走过去 谁愿意跟我再走回去 只有三个人可以走过去 看到恶仪没有人敢 脚都软了都没办法动 后来大学教授就带了三个人 沿路走回去 还有七个人在后面都不敢走 大学教授这个时候 再把另外一个灯光 再把后半段全部打开 在这个桥跟恶仪中间 有一个安全的保护的绳索 做一个网子 你掉下去 其实它是一个网子保护你的 就看到网子了 大学教授说 你们放心 有一个安全网在这里的 现在你们看到网子了 有谁愿意走过来的 有三个人鼓起勇气 他看到网子 他走过去了 有三个人 其他四个人 打死都不敢走了 不敢走 那么这个地方表示什么呢 表示 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行为 其实是 由我们的思想来主导 我们讲心境 结定你的处境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修行的技巧很重要 其实不是 心态很重要 你看 走路 谁不会走路啊 身为一个技巧 你说走路 你刚刚就走回来 为什么走 现在走不回去呢 心态不同了嘛 第一批能够走过去的人 是开创型 看到恶仪 他无所畏惧 对自己有信心 他认为 我心中没有恐惧 就没有危险 心能转进 这种人往往都是 在事业上是开创型 打天下的 第二种人 他看到的保护网 他也看到恶仪 他选择相信保护网 他是乐观派 乐观型 人生有顺境有逆境 他往往往光明面去想 这种成功几率很高 第三种人往往看到悲观的一面 他不相信 乐观的一面 他看到的保护网 他也看到恶仪 他宁可相信恶仪这一部分 他不敢动 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我们看到 你一个人的心态 永远决定你的状态 你说这个技巧 重要吗 走路的技巧不重要吗 身为一个技巧 你看谁都会走路 但是心态不同 影响了你的行为 你看我们看国际的比赛 网球比赛 以毛球比赛 真正高手相对峙的时候 技巧已经是启示 你的心理的素质 心态 决定你的状态 所以跟本金是一样的 因观法界信一切为新造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 你就会什么样的业力 就会变成什么果报 你的生命 完全是从你的现前一念心性的活动 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讲 行业发现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 我想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观念 就是 你觉得你现在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 其实你要赶快去忏悔 不是改变别的 因为你自己的心态 决定你的状态 所以这个嫩言记忆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知道 生命 你从什么地方来 所有的东西都从你的内心 表现出来 好 我们看第四段 大众言误 通过前面的佛陀三简的开示 整个嫩言华会的大众 就彻底的觉悟了 却悟到生命的本质 有真实的 有希望的 真实的部分 就是现前一念心性 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五应六入十二十八截 我们讲 不变而随言 随言而不变 对这个道理完全的了解 我们讲说 无不从此法界流 我们一念心性一动的时候 变现了始法界的五应身心 最后呢 无不还归始法界 就回归到一念心性 那么对这个极空极甲极中的道理 是完全彻底了解 我们看这里面的颗 分两段 第一段是金家续义 第二个是当即即在 那么这个物易的金家 就是这个结极经典的人 他来细数华会 华会大众所得到的利益 他这个结极经典的人 来细数的 那么这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续义 第二个续乙 那么续义当中的分两段 第一个列续 第二个广续 我们先做一个简列的细数 看经文 而是阿难 其诸大众 蒙佛如来为妙开示 身心荡然得无怪 那么这个华会大众 正当佛陀讲完了 这个四科七大 这个三简的经文以后 这个大众 成蒙佛陀 一而再再而三 要详细的来说明 这个所谓的 如来藏妙 真如性 言三地理 这个维妙的开始 维妙的开始 我们前面说过了 有两部分 第一个向妄信真 第二个是真妄不恶 原来在生灭的身心当中 我们当下就记住 不生灭的本性 我们就可以从生灭当中 来救入还家 关键的是 你是不是能够善用其心 那么这样的维妙课 是我们得到的两种利益 第一个是设身的荡然 而无有怪 这个荡然就是豁然开朗 寥寥分明 对设身的开悟 第二个对内心的开悟 那么偶尔大师说 我们过去是执着四大 来当作四身相 我们把这个外在的 地水伏红的四大 来当作自己设身的相状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四大的身相是希望的 所以放弃了四大的四身相 而顿悟了清静法身 所以感到设身的荡然 这是第一个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望认六成的眼影 为自心相 我们第六意识 累积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思考模式 我们以这个当作自我 把这个生命的思想当作自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放掉 这个生命的 这个第六意识的 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顿悟常住真心 所以内心感到荡然 而没有过爱 所以在法会当中 他看到的我们当下的 圣心世界 是岔挪岔挪圣灭 就像大海飘出一个水泡 它只是一个圣灭象 那么从圣灭当中 我们找到我们不生不灭的 我们真实的家 所以这个时候 身心感到非常的开阔 感到没有过爱 内心当中感到了 找到一个生命的依止处 这种利益 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看第二段 广泛的系数 广述当中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岩悟三大 第二个皆属正音 那么岩悟就是圆满的悟道 我们现前一念信心 当下记住 几项用三大 这当中有三段 一物信量即是向大 二物信体即是体大 三物信聚即是用大 我们看人一的信量 就是心性的量 它本身是向大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 我内心世界是有狭隘的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很难平等广大 但事实上 这是我们自己障碍的自己 我们内心的量 它本来是皱片法界 我们看经文 世诸大众各个自知 芯片十方 见十方空 如官手中所持业务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听到这个 现前一念信心 极空极甲极中的道理以后 每一个人开始 我们过去都是向外攀岩 执着 身心世界为自我 那么这个时候 开始回光缓照 结果发觉我们这念信 其实是 周遍十方法界 那么再回过来 看这个十方的虚空 乃至虚空 所有的三合大地 就好像观察 手中一个小小的树叶而已 我们讲 星包太虚 亮周沙界 这个是这样 我们这样子讲 我们的内心 有两种相貌 第一个是你 本来的相貌 本来的 第二个是你 现在的相貌 我这个人的信量 就能够容纳这么多 这个是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无始劫来产生很多的习气 但是你要了解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的凶量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 我们有无量的进步空间 因为我们这一念信 它原来的设计是 周遍法界的 那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得这么小 就是 法性量等虚空 众生花心自小 你说我们的本来面目就这么大 那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因为你的本来面目就这么大 这个房子设计是一千平 结果我们只用了十平 那我们自己糟蹋了自己的房子 就是说 我们的凶量本来是做遍法界的 后来被我们七弄八弄 变成这样的一个凶量 所以你现在观察色面了 就是说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然后你现在的面目是什么 那么哪些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们就是 我要从哪里下手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开始回光缓照 原来我们的心这么广大 你看这个西空 哪些西空的东西 就像树叶一样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 忍恶的物性体 即是体大 一切世间 诸所有物 皆及菩提 妙明言心 心经遍言 寒果实方 那么这个时候 误到我们这一念心性之体 当下是清静本人 这个体大 是指的是离向 清静 它是没有像 说是 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以后 在回光缓照 在世间上诸所有物 包括了五印六路 十二柱十八戒 总而言之 就是身心世界 这些生灭的阴言 其实它当下 就是我们 无上菩提 所相应的 唯妙光明的 这一念心性 而这一念心性 它是特别的精纯 不夹杂 而且周遍颜容 无所欠缺的 而且能够 含荣包裹 十方的世界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念心 它本来是无相 本来是无相 就表示你可以改变它 我的心 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像状 那你就完了 我的心 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像状 我的心就是一个人的心 那你怎么能够成佛呢 因为它无相 所以我们才可以加以改变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念心性 它本来就是离一切像 就体大 看第三段 物性计即是用大 这段讲到行业发现 反观父母所生之身 有彼时放虚空之中 催翼为成 若存若亡 如占据海流 亦浮殴 岂灭无从 那么当我们明心见性 当我们找到了 现前一念心性以后 我们回过来来观察 我们父母所生的这个肉团生 这好像在这个十方西空当中 吹起一个围尘 这个围尘在西空当中 飘来飘去 上下的飘荡 而这个虚空 指的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这个围尘 指的是我们当下这个色身 你从这个屁育就知道 这个色身是变化的西空 它是不动摇的 这是第一个批语 那么第二个批语呢 就好像一个湛然 沉浸的大海 那么被这个夜历的风一吹呢 吹起一个小水泡 那么这个水泡呢 它是起灭无从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那么这个水泡呢 指的是我们的身心世界 那么这个大海 就比现前一念心性 所以你看它这个经文当中 它就是不断的告诉我们 观像言望 观信言真 象状的东西是变化的 是暂时的 那么心性是永恒的 是我们的生命的一指处 好 那么我们做一个总结了 把前面的体相 用三大做一个总结了 解属正因 这个是修学无上补体的真实的因地 了然自知 祸本妙心 常住不灭 所以到这个时候 法会大宗啊 彻底的了之 也就不再疑惑 原来我们众生 本具的一念心性 是常住 是不孝食的 我们的色生会死亡 但是我们的心性 从来也就没有生 也就没有死亡 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惧 那是因为我们对色生产生执着 因为你的心性 小年纪老师老师常讲一句话 本来无生死 生死犹新现 你看为什么有些人 他你命中的时候 他对死亡不害怕 你对死亡害怕 表示你的心啊 你的心是住在你的身心世界 你就执着这个身心世界 你执着水泡的时候 那你就完了 水泡是变化的 你的心就跟着它变化 你的心住在什么地方 是非常重要 因何因住 你看他为什么死亡到来是不害怕 因为他没有把心住在身心世界 他安住在现前一个心心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偶尉大师讲 生因 你这个修行啊 你内心的依止处啊 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因啊 诸佛成就无上不利的真因 你的不失 用什么心态来不失 你用什么心态来持戒 用什么心态来拜佛 用什么心态来念佛 都是依止常住真心来修行 你才能够成就不生命过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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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